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上 这个古人讲 古书不愿百回读 俗读生诗子自知 就是经典 经典 我们不要这个 厌恶 那么常常读 又重复的读 那好像 文字都一样 实际上我们读经 也是一种修订的一个方法 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 就是 读经 的时候 不要刻意去想它的意思 不要刻意去想 就是从头到尾 每一个字 每一句 念得清楚 不要念错 不要念漏掉 不要刻意去想 这一句什么意思 那一句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跟我们平常在看这个注解 研究经典 那个不一样 研究经典 你可以用思维想象 去了解其意 那么在读经的时候 主要是修订 那读的当中 如果自然的体会 那个是悟触 那个是体悟 自己的体会 自己的悟触 那么有悟触 也就 也不要停下来 就是让它过去 后面还会有更多悟触 那么读久了 我们自自然然 对这个经意 它就 慢慢就 能够体会了 就能够明了了 所以 古人讲 读书千遍 奇异之弦 那就是这样读 这个读经 跟这个 我们 听讲讲经 这个 在这个性质上 有所不同 因此 我们 读太上感应篇 也是一样 感应篇 文字不长 大概 我们读一遍下来 就是十五分钟 这个速度 大概十五分钟 大概我们 一部弥陀经 这个长度 十五分钟 不长 那么这个 不长 实际上我们可以练习 这个 自己找时间也可以练习 就是我们从头到尾 那么给它读一遍 看看我们这个十五分钟当中 是不是能够不夹杂一个忘念 不起一个忘念 这个也可以练习 因为这个短的经 我们要练在短时间不起忘念 比较容易一点 如果长时间 长经 可能这个定功要相当一定的深度 才能够不起一个忘念 所以 读经 感应篇也是经典 读任何一部经都可以 那这个 原理原则 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那我们常常做超度佛事 实际上 超度佛事 就是 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年经 本年经讲得很清楚 这个读一遍 或者三遍七遍 回向给这个王者 王者就能 帮助他超神 那我们会觉得 是不是太夸张了 读一部经典 就能帮王者消业障 能够从地义把它超度出来 到人天善道 有很多人 他 很难相信 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就 可以理解 为什么他读一部经可以超度 因为读一部经 他没有假采一个忘念 那么在明朝 七纪光将军 他是佛弟子 他 一生都持诵金刚经 那金刚经比地藏经 比无量寿经 经过要短 那么他持诵金刚经 有一天晚上梦到他的一个部下 给他托梦 我请他这个长官 给他 送一部金刚经 给他回向 他就可以 往生到好的地方 那可能 这个 死了之后 逗到鬼道去 三二道 来托梦 那第二天 一大早 那个七将军 他就 梦到这个梦 就 一早就起来 读金刚经 读到一半 他一个闭女 就是说 庸人端了一杯茶 要给他喝 那么他看到了 给他比一个手势说不用 但是也没有开口讲话 心里动了一个念头说不用 他就继续读了 那么读完 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 梦到 他的部下 又来给他托梦 他说 这个长官啊 我今天只有得到半部的金刚经 那这个 奇迹光就觉得很奇怪 我明明是读一部啊 你怎么说半部呢 他说你 读到一半啊 加了不用两个字 后来啊 他 知道了 第二天 又读 就交代家里人 不要给他 送东西 他专心读一部金刚经 给他的部下回向 第二天 他从金刚经 从如是否闻到最后 信寿奉行 这个当中 夹杂一个望远 就是读一遍 那天晚上 读一遍跟他回向 给他的部下回向 那天晚上 他部下又来托梦了 非常感谢 他的 长官啊 给他 读送一部金刚经 回向 他要到好的地方去了 所以读经 读任何一部经典 这些原理原则是一样的 都有这个效果 那么这个是 读经 它是修戒定会 跟我们研究啦 讲解啦 那个不同 所以读经 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读 那是修功德 那么我们讲经啦 讲解啊 那是修福德 那当然讲经如果你能随文入冠 能入定 当然那也是功德 所以 我们现在虽然还达不到这个标准 但我们努力 往这个标准来提升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不愧增长 发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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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